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连国外的洋伙伴们也都惊呆了 接下来就只等着山谷云集游客如之声色全马的生活就此上演吧 可是现实永远是残酷的 大街上没有宝马班驰 有的只是三轮电驴 那乘凉的大夜刷墙的小工想必还不是富豪大款吧 开发商们 现在您最难做出的表情是什么 是这个吗 明日午时 街头交货 短信联系 收到 本该是天衣无缝的贩毒计划 不料贩毒头目却已经高估了队友智商 被坑了 三月三十日 江苏贩毒团伙头目给同伙发了条街头短信 马到成功勾起回忆 接踵而至 悟心酸楚 同伙看后以为是一条抒情短信 在高速路口傻傻的等了一夜 直到被抓都没有发现 这其实是一首藏头诗 马钩接我 哎 没文化真可怕 你贩毒他还搞什么附庸风雅 不知道那俩马仔的语文是体育老师教的吗 看来呀 智商不行还真发不了大财 本片中看到了一些非常经典的人生哲理 第一 不怕虎一样的对手 就怕猪一样的队友 找一个靠得住的朋友帮忙 事半功倍 反之 不堪设计 这个争论多年的问题还没解决 悲催的男士们又碰上了升级版难题 老婆和狗狗同时掉水里 你先救谁 南非男子安丽以身作则 与妻子带着爱犬驾游艇出海 危难之时 他果断先救狗 再救老婆 我说 哥哥 你忘了狗狗是一种著名泳姿的创始人了吗 你就不怕回去跪搓衣板吗 从此只能搂着狗狗孤身难眠吗 除了夫妻那点错事 情侣的问题也是一言难尽 吵架了怎么办 讲道理 错 冷静 大错 打架 大错特错 而是应该向重庆这对小情侣 化愿起为力量 开着宝石节对撞麻沙拉底 烦恼烟消云散 不过友情提醒 豪车爱情擦挂代价高 非白富美高富帅请勿模仿 真生气了 还是乖乖的 躲在自行车后座上 暗自垂泪去吧 谁说喝酒一定入事 有时候可能挽救工作和财路 上海高院法官陈雪明和铁哥们们 因嫖妓惨遭双开时 其中的王庭长饮酒过度 未参与嫖娼 从轻发落了 可见喝酒拿礼物事 简直是办不了坏事 当其他高官风花雪月 床占盲时 再看咱王庭长 喝完就倒地饱节操 还不如雷哥 好歹也十二秒 以后贪官老婆都要反复叮嘱 应酬时要多喝酒 该倒下的时候 绝不站起来 该软的时候 绝不硬起来 管住下身 才能成为漏网之鱼 所以还是赶紧回去躺着吧 喝醉了就倒 才是最高境界 留得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 早晚有一天 可以冻山再起 网络最热点 轻松看新闻 我们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